学生政府批准在尔兰新建我国第一座废弃物转换能源焚化炉之后 房屋及地方政府也计划两年内在每个周数建造焚化炉 那龙雪华塘社会经济委员会和吉隆坡不要焚化炉行动委员会 今天再一次出面反对这项计划 更严余政府没有公开招标就签约有欠统名 环保维权组织强烈反对政府在国内新建焚化炉 吉隆坡不要焚化炉行动委员会 今天连同龙雪华塘社会经济委员会召开记者会 至于政府推行废弃物转换能源焚化炉计划不够透明 还点明去年12月10号和全球控股及中国滑溪能源公司签约 没有公开招标 的确你可以看到这一个case呢 它就没有再公开招标 它是以这个direct negotiation直接谈判了就给予这个承包工程 给这个华西环境评估的报告 我们现在呢还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环境评估呢 它必须一先要对外公布 他也点出洋垃圾入口准证已经被滥用 因为可处理的洋垃圾只有两成 因此质疑政府是在为新建更多焚化炉铺路 李长特说政府目前只专注垃圾处理上的速度和效率 其保住来接大选的中央政权 不过焚化炉计划并非上策 因为它会将垃圾减化为寒毒的灰渣和气体排放 追根究底 他认为环保和教育大众分类垃圾才是长远之际 巴特空间实习记者周如轩情报报道